这是地球上最奇葩的监狱 犯人必须在荒猛里挖坑 大坑的尺寸呢 必须是直径1.66米 深1.66米 每人一天挖一个 挖不好不能睡觉 大家看 这张画面上 和乐数了一下 就有129个大坑 而像这种画面 在本地多到数不清 而且在这里 到处都是剧毒的蜥蜴和响尾蛇 每天挖坑 这个囚犯受不了了 竟然主动去找响尾蛇 他把脚伸了过去 其他囚犯都劝他 赶紧收回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香尾蛇一口下去 这个囚犯领了盒饭 然而 囚犯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坑呢 就让伯的弟弟伯言 给大家讲讲挖坑监狱的故事 小帅正在路上走着 换人说足球鞋是从天而降 直接把小帅砸倒在地 由于从小就很倒霉 小帅也是没在意 反而看到这鞋挺帅 拿起来就走 结果这下一秒 直接被警察追上 原来这是一双著名运动员的鞋 人运动员把鞋捐给了福利院 没想到这鞋跑到了小帅手上 他立刻被反应起诉 小帅家是穷的叮当响 他老爸是个山寨的科学家 每天在家研究 给鞋除臭的秘方 但是研究了一辈子都没成功 家里面是连律师都请不起 于是小帅被判了18个月 去这个绿湖营少年监狱 劳动改造 小帅坐上了大巴 该地区是一片荒漠 道路两旁有密密麻麻 无数大坑 小帅并不知道 这坑是怎么来的 到了监狱 小帅看到了各种少年犯 和小胡子 他们平时压榨犯人 都是坏得很 小帅是来到食堂 犯人们吃的粘稠状的物质 呃不行不行不行 根本不能看 那只跟猪食一点区别没有 唯一能吃的这两片面包啊 还让他们宿舍老大眼镜给抢了 小帅的床上还有被尿过的痕迹 只能是勉强入睡 天还没亮就直接被狱警叫了起来 每人发把铁锹 开始在荒漠上面挖坑 大脸是告诉大家 如果挖到了什么东西 一定一定要上交 要是点一张喜欢 那就能休假一天 小帅第一次去挖坑 第一铁锹下去直接摔倒 只能学着别人的样子挖 然而身边的狱友啊 都是欺负小帅 他们把图都扔到了小帅的坑里 小帅表示抗议 但大家都让他闭嘴 还嘲笑起了小帅 这下小帅又顶着太阳 干双倍的活 而在他们的旁边 小胡子是举着枪盯着大家 这里靠下大家 小胡子拿的到底是什么枪呢 知道的枪神 记得把它发到评论区 到了发水的时间 这小帅的手上已经全是水炮 大脸表示呢 这就是绿胡营的人生 这跟小帅一个牢房的 有个挖坑高手 他叫灵 那别人才刚挖一半 他都快建成三室一厅了 是整个营区挖坑最快的人 这小帅低天挖坑 速度实在是有点感人 当他挖好时 别人早就回牢房 等到小帅回去 这天早就黑了 忽然这大脸直接冲了出来 拿枪指小帅 小帅差点吓尿 哎这 大哥 回来晚夜不至枪毙吧大哥 没想到大脸直接开枪 原来是身后有只剧毒蜥 这一枪没打中 剧毒蜥炸开双栽 开始发狂 直接向小帅袭来 大脸又是一枪 还好这枪是直接命中 小帅心想 看来以后得早点把坑挖好 这晚上回来也太危险了 就这样 小帅开始天天挖坑 挖的也是日渐熟练 监狱生活呢 那是单调的很 与我们都是互相欺负 小帅养了一只蝎子当宠物 打发这袋监狱无聊的时间 这所监狱 让囚犯不断的挖坑 只要挖的宝贝 就能休息一天 终于这天 小帅挖到了一个宝贝 小帅擦了擦 交给小胡子 可别小瞧 这个石头里 有两只远古时期的虫子 小帅表示 这是化石 很值钱的 那个 我应该可以休息一天了吧 大家都是围了上来 小胡子表示 典鱼掌可对这破石头 没有任何兴趣 你还是继续挖吧 这小帅私自上将东西 引起了老大眼睛的不满 因为他挖了好几个月 那是啥都没挖出来 他告诉小帅 以后挖了好东西 先交给我 我这都挖了好几个月了 一天都没休息过 你这直接上交 不就是明强吗 明明就是恶意欺凌 但善良的小帅 还是答应了 等到了晚上 轮到了这大家 讲故事的环节 小帅给大家讲了 自己家族 世世代代倒霉的秘密 小帅的爷爷的爷爷 名叫大帅 出身贫寒 喜欢着农场主女儿小美 他估计我寄向 小美的父亲提亲 可不巧的是 那养猪的三胖子 也向农场主提亲 而且还带了一头肥猪 作为聘礼 大帅穷的受到嘲笑 就找来巫师婆我帮忙 巫师听后呢 爽快的送给大帅一头小猪 并告诉大帅 带小猪到拇指山上去喝汽水 而且一边喝 一边要唱起猪之歌 小猪就能很快长大 但是作为条件 事成之后呢 必须要把巫师也带着拇指山 也给他唱起猪之歌 否则家族就会受到 世世代代走霉运的诅咒 大帅那时求婚心切 直接一口答应 按照巫师说的 果然这小猪很快要长大 他连忙带上猪去提亲 可是这两只猪的重量一样 这农场主呢 就让小美自己审则 没想到小美长得虽然漂亮 但却是个妥妥的250 明显大帅是年轻帅气 但是他却犹豫不决 大帅很生气 直接转身离开 并且留下了猪作为贺礼 农场主是大喜 就这样 大帅忘记了当初和巫师的约定 直接导致这世世代代 都是霉运笼罩 这一天又是继续挖坑的一天 小帅竟然又挖到了东西 他捡起来一看 像是一颗限弹枪的子弹 大家迅速围了上来 上面还刻着KB的字母 小黑直接抢了要去上交 小帅则说 这个你的坑都快挖好了 要不明天再去交 你可以从早上休息到晚上 这也办法不错 小黑随即点头同意 等到了第二天 小黑把子弹直接交给了小胡子 点狱长竟然直接开车就来了 小帅第一次见点狱长 原来这点狱长是个女生 点狱长是高兴急的 立刻下令给小黑放假 点狱长以为 命令大家都到小黑的坑附近挖 并且成了大家 最近能天天洗澡吃牛排 大家一下是干劲十足 但是连续挖了七天 那附近的地都是翻了个遍 毛线都没找到 点狱长是彻底生气的 奖励也变成了惩罚 这一天大家正在接水 而头经男趁大脸不注意 偷走他一段瓜子 大脸是发现后折返了回来 头经男把瓜子扔在小帅那里 嫁祸给了小帅 小帅把瓜子埋进坑里 但还是被长官发现 长官是拽着小帅 直接到了点狱长的房间 老大 老大 有要紧的事情 点狱长以为 这又是挖到了什么好东西 就这小子 他 偷我瓜子 只见点狱长是面无表情 地把香味蛇毒液涂在了指甲上 那抬手就是一巴掌 淡淡的一个字 不过小说这趟呢 也是没白去 他发现了这点狱长的秘密 点狱长家里挂的相片 上面是女街匪KB的照片 KB曾经是名女老师 于明白洋葱的男子相爱 结果警长忌妒 强行和KB开了车 还杀掉了洋葱男 KB是从此黑化 成为了当地著名女劫匪 他杀掉每个人 都要在脸上留下唇印 KB死的时候呢 把一生抢来的宝藏 都埋在了荒漠里 而点狱长就是KB的后人 所以他煞费苦心 每天挖坑想找出宝藏 这小帅是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正看到林在帮自己挖坑 小帅和林很快成了好朋友 林帮他挖坑 小帅交他认字 这一天呢 另一个混混又在欺负小帅 小帅和他直接打了起来 但是小帅根本不是人家对手 被暗在身下那时动弹不得 林不忍看到朋友被欺负 直接冲上去 勒住了混混的脖子 马上就要把混混勒死了 就在这时 枪声响起 小胡的赶紧跑了过来 点狱长过来问 你们这不好挖坑 搞什么飞机 林实在是受不了了 猛地给了小胡的一铲子 然后是撒腿就跑 点狱长表示 根本不用追 附近方圆20公里 走一周才能走出去 这逃跑的人不是被壳子 就是被图鹰吃的 连这儿都不剩 这回到营地一查 林还是个孤儿 得 这是正经的 死的都没人过问 他们决定删掉林档案 就跟他没来过这里一样 但只有小帅每天担心 林的生死 他总对慌慕大喊 小帅的心里 也想好了越狱计划 仔细看 他到底要怎么越狱 小帅站大链送水的时候 抢他的汽车 小帅是一路狂开 大链在后面跟着跑 结果一个不留神 直接掉进了狗脸 这小帅很是兴奋 拍俩方向盘 直接冲出监狱去寻找林的踪迹 结果呢 自己也是个二把刀 汽车一头就撞进了坑里 小帅是扔下了车 在狱友们的狂观中 向远方跑去 小帅徒步走了很久 这一桶水很快就喝完了 这时他看到了一艘破船 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林 这里有几瓶发霉的罐头 但已经吃霉了 他们必须要找到水源和吃的 小帅看到了一座拇指山 他想到了祖先的故事 那里一定有水源 于是两人开始爬山 90度陡峭山壁 两个人是硬着头皮往上爬 他们相互扶持 走得十分的艰难 林几天没吃东西 体力不支 直接晕了过去 难道这两人就要葬身于此吗 小帅并没有放弃 他背着林继续爬山 就在他们穷途末路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这里竟然真的有水 两人是兴奋的躺在水里 这小帅还找到很多能吃的洋葱 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洋葱 吃饱喝足 小帅躺在地上 不自觉地唱起了猪之歌 而就在此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小帅竟然破除了物诗的诅咒 没运走了 这好运自然就会来 小帅父亲那边还在研究除楼剂 一排洋葱不小心掉进锅里 这会儿小帅父亲一文鞋子 那臭味消失得是干干净净 小小的洋葱 让他发明了完美的除楼剂 小帅父亲的项目立刻就有人投资 小帅家里有钱了 那时赶紧去请律师 大救小帅 到了夜晚 小帅和林坐在手段上闲聊 他想起夜说过 这绿湖营是有宝藏的 他和林偷偷跑回营地 就在小帅挖到子弹的坑里 他们挖到了一个宝箱 但是没想到 这次却被点营长发现 正准备抢的时候 突然窜出了几十剧毒蜥蜴 点营长知道蜥蜴的厉害 不敢轻举妄动 他在等着蜥蜴咬死小帅和林 蜥蜴是爬到了小帅的脖子上 这这这 难道主角就要领盒饭了吗 结果这蜥蜴呢是乖得很 今天不咬他俩 原因就是他俩吃了很多的洋葱 西部喜欢这种气味 就这样 那是僵持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 小帅的父母请的律师到了 这下有了靠山 林抱着箱子出来 点营长那是上来就强 林表示 这可是小帅的箱子 你看这箱子上还刻着人 小帅家族的名字呢 点营长简直是不敢相信 上面还真的刻着 原来这个宝箱 就是可以比打劫小帅祖先的宝箱 这也算是 物归原主 此时警方也是查到 点营长篡改犯人的档案 还雇佣大脸这个逃犯当狱警 点营长那时立刻被撤销 小帅朋友们告别 把林也带了回去 回到家 打开这宝箱 我的老天 那全都是金银珠宝 里面随便张老实票 都是价值几百万 但是小帅决定啊 这财富要分给林一半 没有林他也找不到宝藏 之后这两人各自买了豪宅 当起了邻居 当然 他们还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本集到此结束 本名叫别有洞天 本集问题 胡子手里那把枪是什么枪呢 制造的枪声办到评论区哦 伯乐就爱看鱼鱼的电影 这个罚坑的监狱好奇特 竟然挖了城堅上半个大坑 不过监狱就三个管理 不怕囚犯暴动呗 大家有什么喜欢看的鱼鱼片 可以推荐给我们 对对对 我也特别喜欢看鱼鱼片 就比如那个 萧申克的秀书 看了一遍 那是真让人印象深刻 好 改天我们讲讲萧申克 我记得以前讲过 我查一查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不乐心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我和弟弟博言会一起解说 喜欢我们羞众的 点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